啊 美麦 这么好的音乐我都让给了你 你要好好感谢我 夏简熙 你不是最爱冷家萱的吗 为什么要我嫁 你要嫁的是冷二少 冷知行 记住 明天开始不用去学校了 不要枉费我们养你这个孤儿这么多年 哦 忘了告诉你 冷家二少是个瘸子 不能人道 好像脾气也不太好 之后就要麻烦妹妹 好好照顾她了 爸 你真的要我嫁给冷家二少吗 淼淼啊 现在夏世遇到了困难 只有你嫁出去 夏世才有救啊 哎呀 不哭了不哭了 咱不嫁了 夏世啊 就让她倒闭好了 现在就和冷家讲清楚 我们不嫁了 走 爸 爸 家 淼淼啊 千万不能让那冷二少 看出你是替嫁过去的 否则我们夏世 爸 爸 他就是冷智行 冷家宣 我要让你一无所有 包括你现在的女人 夏井西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滚出去 过来 难道你想让整个夏世为你陪葬吗 伺候男人不是你信手拈来的吗 为了爸爸 我一定要认 要好好照顾他 好 这么急不可耐啊 你难道不知道嫁给我 要做好手艺被子活寡的准备吗 是的 我只是想好好照顾它 好 夏景熙 沈家萱不是很爱你吗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去 从今天起 你就睡那儿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提家的 二少 你回来了 装什么装 没想到我娶了一个情感经历这么丰富的女人 十八岁 二少我没有 别叫我 滚出去 你现在能去哪儿 别跑 站住 人呐 分开 追 嘘 谢谢 不好意思 如果有受伤的话 可以去公司找我索佩 她就是传说中身居解除的莫斯年 为什么我觉得她 有点神似能之心 只是 她的腿 夫人 请 谢谢陈叔 喂 老大 查到了 下过来的是夏家养女夏淼淼 资料我给你发过去了 你看一下 好 我知道了 江城中医学院言二夏淼淼 今天晚上你就睡那儿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怎么突然这么好心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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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谁让你躺在这¡睡的 真是好心美 好抱 昨天晚上我睡了一整夜吗 抱歉 我只是还没习惯身边有个人一起睡 半水给我 你就是失眠比较严重 以后会帮你多调理调理 昨晚应该是药包发挥了功效 以后多备几个 今天爷爷生日 我们去一趟老宅 我一定要去嘛 这是我们冷家的 百分之五的古悬殊 我们冷家媳妇都有的 你签了吧 爷爷对不起我骗了你 我不是夏景熙 我是夏家的养女 我叫夏淼淼 胡道 我看你就不像 回音大师怎么能这样而歇啊 爷爷 你不要生气 爷爷 祝您生日快乐 谁干的这事啊 骗婚都骗到我们头上来了 都怪他 这个白眼狼 好心收养他 他竟然为了嫁进冷家 迷晕了我们 还占了景熙的位置 我没有 爸 智希你要相信我 女婿啊 我们不是故意替嫁的 都怪这个死丫头 把我们害惨了 谁是你们女婿 你以为谁都和你们一样 不配好歹的吗 爷爷 看这个视频 还是我的景熙聪明 怕我都慢鼓励了 我是你的女人 怎么会甘心嫁给那个残废呢 畜生 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情出来了 爷爷 夏淼淼已经嫁过去了 山明已经煮成熟饭了 再说这二十八年来 你们一直聘下冷知心 你还认我怎样 老师长 爷爷 爷爷 快点救护车